我們現在其實必須要趕快去開會 但我要講今天在議場裡面最嚴重的事情 第一個完全沒有按照議事的程序正義來進行 我們每一條的主條 我們每一條是登記51人發言 但是韓國瑜沒收我們的發言 只准一個人上去 我們黨要多數的暴力 只讓我們一個人去發言而已 事實上我們每一條都登記了51人發言 再來今天第二次出現現場 這個投票人數比出席人數還要多 計票錯誤的情形 計票錯誤絕對要重新計票 但是韓國瑜卻不進行一次的指令 這是再次的是黑箱的作票 那我們今天我們講最大的訴訟就是 必須要依法來破壞委員會重新審查 因為今天我們在審查要表決的版本 是上個禮拜五五一七 當天才提出來的 現在我們在審查的版本 從來沒有在委員會討論過 從來沒有在公立會討論過 因為之前討論都叫做28條不同的版本 所以今天這個版本從來沒有在委員會討論過 我們認為這是完全違背了立法院裡面審查的程序 所以我們今天的訴求就是要求不管是什麼版本 裡面都可以討論 所以應該要退回委員會 大家有不同的意見在委員會裡面好好來討論 豬條來審查討論 那最後表決下來藍白多數要通過 我們沒有意見 我們反對的是沒有經過審查討論的法條 絕對不可以在院會裡面強行通過 今天如果用這樣的方式通過的話 未來什麼法案 國民黨現在要修國安無法 任何一條法案 他們都可以用這種方式來強行闖關 而民眾到目前為止 完全不知道藍白要通過的法條 具體的內容是什麼 這是違背民意的副主 全台絕無僅有 政論婦女黨上公 上一波 好 所有的小草要七點半上班 林桃給五七點半給你薪水嗎 感謝支持全台灣最歡樂 這是含金量最高的直播政論節目 狠狠抖內幕 收視狂開紅盤 網路播放量突破兩千萬次 現在我要發出奶粉招集力 週一到週五下午兩點到四點 給奶魚奶球一起抖起來 什麼你下午的直播沒有跟上 不用怕 廣間十二點友善記錄版 等你一起來